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钟振涛只是在MV里扮演了一把新娘的老父亲 随便哭一哭标个眼界而已 传说中闪电出嫁的大女儿钟佳琪根本从头到尾都没有戏份 后来钟振涛还出面成亲 还在视频中给女儿打电话确认 钟振涛的女儿也在电话中表示自己连男朋友都没有 钟佳琪虽然是新二代却没有出道 嫁人与否对大众来说还不如这个MV当婚礼的假结婚瓜来得有意思 更不如他家的故事更精彩 他的妈妈就是当年被黑了好多年的世上最巧败家女张晓慧 一直以来张晓慧身上最大的标签是钟振涛前妻 最有名的言论是饭可以不吃 善不能不买 最出名的设计是因为爱买衣服卖到钟振涛破产 凤奸对他的形容词是虚荣可夫百景 回头再来看真的这么回事吗 有一说一 张晓慧能走进大众视线确实是因为钟振涛 钟振涛在40年前可谓是红遍了几乎整个华人音乐圈 帅气的五官一米八三的身高 当年华人音乐圈当之无愧的钻石王老五 大家都在猜到底怎样的女孩子才能配得上她呀 但这个女孩子真的出现了 大家突然又都服气了 不愧是她 就该是她 她就是张晓慧 她丰满圆润早婚 似乎也没什么事业可言 笑起来气情上面又娇又嗲 全身上下都写满人间烟火 娱乐圈来来回回这么多年 除了她也少有其他人能称得起人间富贵花这个称呼 张晓慧女孩子当然也不是普通人家能够养出来的 她出生于1963年 小钟振涛10岁 爸爸张建国曾是文汇报加拿大版的主编妈妈周婉君 是带着陪嫁丫头出嫁的富家千金 一辈子有专人伺候 从来都没有自己洗过头 到了张晓慧 出生便是住在香港的九龙堂大宅 出入司机接送 4岁就跟着妈妈出入名牌店 15岁就被星探追着跑 小学到诸学 她读的是香港著名贵族女子学院 长大后移民加拿大 考入多伦多大学 这堪称是无忧无虑的公主人生 转折点就在1986年 那年钟振涛正值事业巅峰 是全香港的钻石王老五 她去加拿大开巡回演唱会 和朋友林珊珊聚会 林珊珊于是交来自己的一群校友 一起开派对 其中就有张晓慧 第二次见面是在香港 那时张晓慧一和男友分手 会香港度假 在街上遇到了钟振涛 这次钟振涛跟他要电话 他给了 从此 警方欲录一相逢 便省却人间无数 既然是真爱 必然想到要结婚 可是真的论及婚嫁 全香港公认的钻石王老五 压根入不了张家的眼 然而老父亲 一颗爱女之心根本扛不住女儿的 哭哭哀求 张晓慧哭着跟钟振涛一起下跪请求 张建国也只能点头殞落 1988年 钟振涛豪制300万港币 办了一场盛大婚礼 这一场婚礼 多年后仍然被人兢兢乐道 那个时候钟振涛又有钱 又爱钱 因为自晓得家庭原因 他一向一接见出名 但对张晓慧却大方到不可思议 发话老婆就是拿来宠的 对于张晓慧而言 这确实不算什么 他从小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 所以婚后 3000多块一条的枯泣 半身裙 共有五种颜色 决定不了要哪个颜色 便一口气全部买下来 全部十多万的裙子 因为不是限量版 说人就人 几十万的西装 被别人接去穿了一次 直接送人 新换的意大利地毯 只用为天就换掉 可惜的是 浓情蜜意和张晓慧 钟振涛也没有熬过几年 一开始是感情简单 两人婚后 陆续生下一儿一女 小明毛豆和眉毛 但很久以后 张晓慧说 其实在女儿出生时 两人关系已经不合 张晓慧向钟振涛提出 开放式关系 两人先不离婚 住在同一栋房子里 但允许各自在外发展关系 这样可以让两个小朋友的童年 拥有完整的爸爸妈妈 钟振涛同意了 如此下去 也算相安无事 1996年 在张晓慧的劝说下 钟振涛借款 投资1.5亿元炒楼 然而第二年就爆发金融危机 这笔投资 血本无归 一切矛盾都隐藏不住了 张晓慧被拍到和富商 陈耀明做的担保 据说也是张晓慧前线 陈耀明又过两段婚姻 和张晓慧传出绯闻时 正处在第二段婚姻中 太太早年的香港 一代名魔 钟碧泽 出轨传闻曝光后 钟碧泽公开指责 陈张出轨 他甚至爆料 当时陈耀明 跟张晓慧来到他的病床前 两人以为他已经睡着 然后就开始 在他病床前上演不堪一幕 此言一出 震惊慢作 当年10月 张晓慧 钟振涛 签字离婚 张晓慧的童话人生 第一次 蒙碎 当时 钟振涛算是已经彻底和他撕破脸 他是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的人 又有一包极又坏拳的好兄弟 打起舆论战来 十分有优势 接受采访时 他会说张晓慧他会花钱 不懂得 敬母亲责任 又魂内出轨 所谓的开放式关系 自己绝不知情 他甚至召开记者会透露 自己当年理财观念很差 所有文件都是前期张晓慧给他签名 他便回签 穿了很多年的买衣服 买到钟振涛破产 就是从这个时期穿出来的 另一边的张晓慧 日子过得也相当不好过 决定离婚后 他处理掉自己的部分遗物 结果随随便便就买出了5000万 从这个角度说 钟振涛一肚子火 也可都是可以理解的 一时间 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张晓慧 他产了香港第一妖女 甚至连他的美貌也成了攻击点 房间说他是三百眼 说他克服 公主跌落凡尘 终于见识到了真正的人间险恶 然而从头到尾 不管是对钟振涛还是陈耀明 张晓慧从不扣出恶言 很多年以后 他写专栏 写到这两个人 逼问也是淡淡的 谢钟振涛就称呼为前夫 谢陈耀明干脆就是那个人 即便是被骂得最厉害的时候 他的回应也不过是 过去的 就过去了 时间继续往前走 此时已经到了2001年 横盘数年的楼市再度下跌 房价回涨 遥遥无期 钟振涛投资失败 债务本息累计达到2.5亿港元 这笔债 无论怎么看 他都是还不起了 同年10月 法院裁定钟振涛破产 另一个宣布破产的是陈耀明 有消息陈耀明的生意 在任时张晓慧时已经有了严重的财务危机 在经历金融风暴洗礼之后 彻底的无力回天 但坊间不管 又一次把破产的原因压在了张晓慧头上 于是张晓慧成了高垮两个亿万富翁的女人 两个男人都扛不住了 那张晓慧呢 他硬扛着不肯宣布破产 为什么 因为宣布破产后 钟振涛必须要从豪宅搬出 靠租房度日 赚来的钱都要上交破产管理术 关书 依其生活所需补给补助 其余收入都用还债 不肯破产的 结果就是2.5亿元的债务 压到了张晓慧一个人的身上 为了能继续穿亮衫买明包 他硬承承接下来了 一边赚钱还债 一边跟债主打官司 既然决定扛债 那总要是要想办法赚钱 怎么赚 谁也没想到 张晓慧的办法 依旧是从买衫上来 他开了一家买手店 专门提名员们买衣服 和钟振涛结婚11年 张晓慧最大的成就 就是成了香港的时尚土标 虽然大家都骂张晓慧 但是对他推荐过的衣服首饰 毫不受软 总之那些年 大家就是一边买 一边骂 一边骂 一边买 他的买手店 一年赚了2700万 两年赚了5000多万 此外 他还兼顾着写专栏 涉及时尚美妆电影 每个月欺骗 4万港元酬劳 在最罗魄的时候 曾用富豪找人 递给他一张空白支票 收买了金额 随便他填 但是他拒绝了 后来他在节目中回忆 如果我这样做 就是收下了第一张支票 那就会一直收下去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他一边挣钱还债 一边去打官司 状告财务公司 结果让人大点眼睛的是 官司居然打赢了 张晓慧可以用250万元 抵消2.5亿元的债务 分五年偿还 大起大落 六岸花明 从2.5亿元到250万 张晓慧的人生 似乎一下子挣脱了束缚 男人总是把失败 推到女人身上 然而事实 有时候正好相反 没有了这个男人 女人才会找到自我 才会成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队雨季 敬请关注哦